现在斗罗大陆来到小五复活片 比比东带领五魂六大封号斗罗手围猎大名二名 凌渊斗罗太贪功 比比东早就看不顺眼 领犯何事必然 话说比比东这次围猎星斗大森林魂兽 其实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猎杀大名 二名为第二五魂补出魂环 第二个目的就有点耐人徐位了 那就借两大神兽之手不留痕迹的除掉凌渊斗罗 首先来看比比东是怎么给凌渊斗罗挖坑的 比比东一行人和两大神兽 经过长达半个多月的战斗追逐 两大神兽已经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 比比东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收取他们的魂环魂骨了 可是对拥有强大实力的比比东来说 甚至十万年魂兽的可怕之处 所以还专门派肉盾斗罗在身边 就是关键时候能替比比东挡枪 他宣知百族之虫 死而不将的道理 越是到了最后两大神兽就越危险 他作为女皇至尊 当然不会去亲自试探了 恰在此时 爱出风透的凌渊斗罗出现了 于是比比东对大家说到 那两头出生已经到了游禁灯窟 避免夜长梦多 立刻给我击杀 别人攻击两大神兽 基本用的都是远程攻击 而凌渊斗罗的第九魂祭片 天天往两大神兽怀里钻 两大神兽正愁没法接近这些狡猾的对手 大名一个天青寂灭雷霆 瞬间打断他的魂祭 把他给麻痹了 地九魂祭也成了悬念 这个时候泰坦居然适时的捕刀 一招泰坦巨星瞬间给凌渊斗罗 来了一场天空的葬礼 美女斗罗瞬间拧了饭盒 比比东在凌渊斗罗挂掉之后 竟然若无其事 毫无伤心之言 只是重重地摔了一下权杖 感叹两大神兽回光反照攻击的厉害 之后鬼斗罗问他要不要再发动一次攻击时 他竟然说减缓攻击速度 小心两头出生的临死反噬 这不明摆着是坑凌渊斗罗吗 再来看比比东为什么要容不下凌渊斗罗 之前在偷袭七宝琉璃宗的时候 凌渊斗罗刚进入封号斗罗没多久 凭借着第八魂纪热血沸腾 把七宝琉璃宗烧了个金光后 更是带着受伤昏迷的侧尾斗罗和魔熊斗罗 返回五魂殿 在五魂殿众人心中他可是活了一把 毕竟成女封号斗罗本来就男 加上凌渊斗罗的独特魅力 收获了一大波的拥护者 就连橘斗罗和鬼斗罗 也为这位新境的长老吸引 比比东作为五魂殿的教皇 自然很容易就察觉到了事情的异常 这个凌渊斗罗可是祸害金了 找个机会给收拾了 而星斗大森林围猎 副本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结果如比比东所愿 凌渊斗罗很配合的领了饭和 当尘土散去 大家看到凌渊斗罗被泰坦巨猿的巨石压住 生死未捕食 只有橘斗罗和鬼斗罗急忙伸出手 想去一探究竟 到底他还有就没救 而此时的比比东竟然立刻宣判了 凌渊斗罗的结果 说到这两大神兽的冰死 居然令我五魂帝国损失一名风炮斗罗 意思就是你们不用上前看了 他已经挂了 此时的橘斗罗和鬼斗罗 也只能在心里叹息不已 真是可惜了 对此小伙伴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